這個怎麼做出來 實際上我是用Google裡面的更多裡面的雲端硬碟 應該各位有用過這個吧 如果你不熟的話 建議一定要把這個雲端硬碟好好的去花一點時間理解 實在是非常好用 第二個它幾乎沒有費用 而且提供給你好像15GB的免費空間 因為我已經用得很熟 所以我點擊進去之後 那當然我會覺得說15GB對我來說還是不夠的 所以當然我也花了一點錢 在左下角這邊有沒有 我現在的空間是128GB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印象中好像我是有付一點錢 如果付的錢其實也不會太多 我看一下 這邊可以點擊 升級這邊 那我總total是這些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我看一下 我的方案 我要買100GB 一個月好像是5塊錢美金吧 然後呢 它有個什麼先期導入者額外獎勵 11GB 因為我用它 它一開始出來我就用了 用到現在 而且穩定性沒什麼話講 沒什麼太多問題 那付費者使用紅利 這個 然後什麼安全檢查又2GB 所以我加起來的話就128GB 那我每個月 它都會扣我大概2塊 爸爸跟這一樣 應該是2塊錢美金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以目前用到現在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裡面的話 我們表單怎麼做的 非常簡單 新增裡面有一個更多 更多裡面有個表單對不對 那其實表單點進來之後的話 其實裡面我做哪些事情 我給各位看一下 編輯這個表單 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 把我的問卷的題目打上去 副標題打上去 再來就是什麼 它這邊旁邊有新增你的問題 那問題是哪一種 單選核選 單選核選下拉還是什麼 那我這邊的話 我大概就用了幾個 四個而已 這個就是單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選項 裡面的話 這邊就是文字 所以我大概用了這四種 如果你打比較短的文字 我就用這個 如果比較多的 像你們的什麼 就是課程想要學哪些更多的 然後另外還有單選跟核選 單選就是單選題 核選的話就是多選題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做完之後的話 再加一個變更主題 就把那個布景有點像PowerPoint 加一個布景 然後最後的話 查看即時表單 這個表單就做出來了 那你就把這個連結告訴對方 對方就可以填寫 填寫完之後的話 不過有個問題 這個連結太長 怎麼辦 你可以配合另外一個服務 GOO.GL 我想應該蠻多同意應該都有用過吧 GOO.GL 它這個服務也是免費的 第一個你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第二個呢 你就把剛剛的這個網址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上在這邊 shuten一下 然後有個網址 在這邊下面有個details 就會有QR Code 有沒有 所以如果以後你要產生一個QR Code 很簡單啦 你網址貼上 它旁邊就會告訴你一個短網址加一個QR Code 其實非常好用 短網址可以給一般在電腦上使用 那QR Code呢 可以給任何的行動裝置使用 花不了多少時間 而且完全免費 而且穩定性怎麼樣 也非常好 到目前為止 沒有出過任何trouble 你也不用自己架server多好 所以Google在這方面其實 它做了蠻多事情的 好 大概是這樣啦 另外呢 我還可以利用這個地方你們的點擊有沒有 我可以知道一下各位的學習情況 比如說你們來上課呢 我可以知道說 你們點擊 什麼時候點擊次數最多 其實是有上課 下了課之後呢 就不會再點 然後呢 再隔幾天 突然想到了 有幾個同學就會開始用功了 然後再隔幾天 又放棄了 對不對 直到上課